这祸长得像西游记中的蜘蛛精一样 面目可不 一看就不是善茶 古铜色身躯异异生辉 一对大巨鸥孔无有力 棱角分明的脉络增加了神秘感 一个啤酒盖麒麟轻轻一用力 就能加扁 其他的比如加一些圆珠饼 一些尺子之类的 也是削铁如泥 这些只是小菜一碟 它的同类更是凶猛 把一只红角尖鸟加得嗷嗷叫 一对大巨鸥加住尖鸟不放 硬生生把翅膀给剪了下来 再次证明在些海岛上它是老大 陆军成功偷袭空军 有的时候还会来一个守住带徒 每年圣诞岛红蟹奔向大海时 他们就守在必经之路上 犹如强盗一样 来一个加一个 就像砍瓜切菜一般 而且专捡好吃的下嘴 搞得圣诞岛红蟹苦不堪言 相比较于同伴卖力表演 以及刀口天血式的生活 在海边的同类更惬意些 吹着海风晒着太阳 喝椰汁吃椰肉 不用借助任何工具 生猛地徒手掰开椰子 力大如牛 即便是人 也要用力砍上几刀才能切开 它可不是野鸡没名 草鞋没好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椰子蟹 名字中虽然带有一个蟹字 但它并非螃蟹一族 是家族的怪胎 不善水性 不爱横行 独爱吃一口椰子 准确地来说 椰子蟹属于寄居蟹一种 一想到寄居蟹 许多人不自觉地就会想到一个画面 背着死去的软体动物硬壳 四处晃荡夹缝中生存的小蟹子 和这些穷酸亲戚不同 椰子蟹打破了人们对寄居蟹的固有印象 摆脱了裸壳的束缚自由发展 它只在幼年弱小的时期 才会借助这些壳来保护自己 因为这个时候它们生活在海洋中 一旦成熟 它就会离开海洋 到陆地中去谋生 椰子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大 成年的椰子蟹全长可达1米 重量可达6斤 是目前已知的最大陆生节肢动物 身体的颜色会随着生存环境而改变 有的是蓝色 但大部分都是以棕色为主 虽然长得下人 但它对椰子却是情有独钟 强壮有力的腿和巨鳕 让这个大个子成为爬树高手 到树上直接吃 或者是剪断椰子的根部 没有金刚钻 布兰瓷器活 徒手包开椰子这个高难度技术活 全靠它的强壮的巨鳕 巨鳕肌肉发达 成年椰子蟹的捏力 有的能达到300千克 光有技术还不行 它还非常有耐心 它会花3到4天甚至更久 来撬开一个椰子的外壳 如果你有幸能见到八斤重的巨型椰子蟹 那这只大带绿已经年过半百了 因为这家伙生长太缓慢 而且这个奇异的成长历程堪称魔幻 椰子蟹的一生要经历五个阶段 分别是卵 骚撞幼体 闪光幼体 幼体和成体 这五个阶段是一步一重天 如果非要对应一个修仙级别 那应该就是炼气 筑基 金丹 元鹰 核体 炼气是在海洋中完成的 这个时期随海漂泊 随时会被海洋动物吞进去 在筑基到元鹰期 核体之南南于上青天 它们必须寻觅一个海螺壳 然后背上岸折服 经过一段时间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孤独之旅 逐渐构建自强硬的肉身 缓慢成长为威风凛凛的成体 寿源更是能达到60岁 比帝王蟹的30岁寿命 不知道要高明多少了 在一些岛屿上是强者般的存在 然而能到这一步的太少了 雄性椰子蟹的体型 是同龄雌性的1.5倍 许多雄性刚刚成年 就被人类拉去做壮丁 成为菜市场的客人 虽然已经不是缺一少时的年代 但仍然有部分人 是椰子蟹为珍奇美味 甚至新奇宠物 做一些加东西的动作 干一些不是人干的事